歡迎大家收聽Bilibara Bible Link 這次是第一次跟大家見面 首先跟大家說一聲復活節快樂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這個陳振聰信耶穌 網上已經有很多人畫剖畫扁分享過 有些人會覺得這個人是否真的信耶穌啊 但是同時有些人會說給他一些機會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對這些批評的其中一些看法 未分享之前表明立場 我很明顯對陳振聰是有偏見的 因為當時他們打官司的時候 當他們說輸的時候 就拍攝手掌 如果他們突然說有什麼新證據 我就覺得怎麼搞的 我記得我媽媽真的想擺爛電視 說有新證據的時候 那我會覺得 為什麼這麼討厭他呢 後來我發現其實我討厭他的原因 和我討厭陳冠希是一樣的 與其說厭 香港人應該說是妒忌他多一點 有什麼可能這個世界上 可以騙得這麼準 陳冠希騙天下的美女 騙在他身邊 然後做風水佬 可以騙幾十億身家 即是不可能 這樣就是抵人憎恨他 那其中呢 我就想說 就是 有人就說 其實你給他一次機會吧 因為耶穌也給人機會 有什麼東西 引用了約翁福音八章第一至十一節 來講 那個說什麼呢 如果不知道的人 都聽我讀一下段經文 其實很出名 於是各人都回家 耶穌就去橄欖山 清早就回到聖殿 眾人就到他那裡 他就教訓他們 文士雄法里長人 就帶了一個行任士秘拿的婦人來 站在他們中間 就對耶穌說 夫子 這個婦人是行任士秘拿 按照摩西律法 是應該用石頭釘死他 你說怎麼做呢 其實文士雄法里長人 是知道怎麼做的 但是他們這樣說 是試探耶穌 要找告他的把柄 然後耶穌就彎起 在地上寫字 寫什麼呢 沒有人知道 他們繼續問耶穌 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 說 誰沒有罪的 就用石頭打死他 然後繼續彎腰在 用紙頭寫字 聽了這句話之後 他們就從老到小 一個一個出去 剩下耶穌和婦人 站在當中 耶穌直起腰來對他說 那些人都去哪裡了 沒有人定你罪嗎 他就說沒有啊 耶穌就說 我都不定你罪 去吧 從此不要再犯罪 經文已經讀完了 大家都很熟悉 不知道你聽完之後 有什麼感受 其中一句很stand out出來 就是你們中間誰沒有罪 可以用石頭打死他 有些人覺得 這是一個很大的射面 也有些人聽完這句話之後 其實不相信 為什麼不相信 當中帶出一個問題 就是 怎樣執行這個公義 如果每個人沒有罪 才可以執行公義 那誰執行公義 如果譬如 他行任 然後 你突然說 你沒有想過 你沒有行任嗎 那我真的沒有啊 沒有啊 我不敢而已 但是 你有沒有動過淫念 那是不是代表我動過淫念 就不可以去處置一個奸淫的人 這個執法問題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也是一樣的 就是 誰主持公義呢 那誰有資格去主持公義呢 難道這個世界所有東西 都只有耶穌來主持公義嗎 假設耶穌是一個沒有罪的人 先說 那現在的法官他自己也有罪 他自己也有問題的時候 那他又有沒有資格主持公義呢 那製造一些很大的問題出來 如果我們是這樣解釋 這個 你們中間 誰沒有罪 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 於是有些人就解釋 其實不是的 你應該看聖經 你應該看得上文下禮 那下面其實還有一句 就說 我都不定你的載 去吧 從此就不要再犯罪了 耶穌其實 祂是有寬恕 但是呢 同一時間呢 他其實呢 都是叫那個人不要犯罪的 但我仍然有個問題就是 那如果繼續犯罪呢 那你吹得我不像的 對不對 那這樣 就是 嗯 那下次我就又說 你們誰有犯罪啊 沒有啊 牧師都是人來的 那你有什麼時候說我呢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是否就是代表每一次 恩典一定是大過公義的呢 就是有愛心包揚 就是好像那些無線劇集那樣 那樣 就是 永遠那個壞人 每個人都原諒他 跟著好人就永遠 都不停被人害的 就是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那 那 就是 我想 大家看到一件事就是 那 我記得 在射雙龍傳裡 這個 紅七公 那 就 曾經 說過一句名言 當這個 球千 恩 他 來到去 說 他 你們誰沒有犯罪 沒有殺人的 就來殺我 那樣 然後那個人縮馬了 那 不出聲 紅七公就說 我殺的人全部都是罪有應得的 所以我有資格殺你 某程度上 我覺得金融在暗喘這段經文 但是 其實這段經文 我們 可能要看回本身的處境 然後 去解釋 就會好一點點 好過我們 來 去 將它發到無限大 似乎就是 各種東西 都可以 來 套到入去這段經文 然後 就來 為自己開脫 又或者 去說 其實陳振聰 就是你們誰有沒有罪 你們誰 真的沒有多少人 真是騙幾十億 那這個人是否真的要 法律制裁呢 對不對 看一段經文的時候 其實 我第一個問題 就是 究竟耶穌畫些什麼 鬼畫符在做什麼 這個 似乎 在這段經文 就很難去解答 那 然後 就有第二個問題 就是 法利賽人 究竟 為什麼會肯離開呢 當耶穌說 你們誰沒有罪 你就扔他吧 那 為什麼法利賽人 肯離開呢 你沒有想過 最近在網上 其實不是最近的 經常都是 就是 有一群浸大學生 就去叫明哥 免費贊助他們 食物 然後 整群網民 就在罵 那群浸大學生 就說他吃毒屎片 就是 假如 假如 有一個人走出來 就說 你們誰沒有貪小便宜 就 繼續 鬧臭他 那你說 你猜那群網民 會不會 就這樣 適可而止 就 離開 不再鬧呢 是 不會的 更何況大家 興奮奮 扔死那個淫婦 那 怎麼會走的 這個不正確 那 很多人就會說 他 是 因為 看到自己在 所以 越老的人 就越多在 所以就離開 那我自己 就不敢拜 這條解釋 那第三件事 就是 幸任是被拿的 婦人 這件事 其實這個 就比較 多人都有 說過 就是 婦人 就在 那 男的 就是 姦夫 走了去哪 這個可能就是 我們解釋這段 經文的其中一個 重要關鍵 為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我們看 新明記22章 其實有一個 講到 究竟 有人犯姦淫 的時候 怎麼處理 他就說 如果有人遇見 和婦人 行淫 就要用石頭 扔死他 這裏列了幾個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 如果有個婦女 已經許配給人 在城中 看到他和人 行淫 女子 就在城裡 行淫 沒有喊 即是他自願 又要被石頭扔死 男同女也要 第三個情況 就是 如果有個男的 在田裡 遇到許配了人 然後 硬和他行淫 即是 喊破喉嚨也沒有人 那時候 男就要被人扔死 但女可以來釋放 因為喊破喉嚨也沒有人 第四個條件 如果男的 遇到一個 未許配的 處女 然後抓住 和他行淫 被人看到的時候 那男就不用來 扔死 但一定要娶了這個女 或者要賠錢給他的家人 即是 如果我們看回頭三個事情 男的 都應該被人扔死 就不應該只是個女 於是 有些人 解釋這段經文的時候 就說 這是男女性別歧視來的 為何可以只有女的被人扔死呢 又或者 為何強姦 但是 反而 就是 那麼不尊重女權 即是 男的娶了他 就沒事了 那麼 我們不嘗試去處理這個道德問題 但是 我們只看回聖經那段經文的時候 其實 這裡沒有了一個男的 就是一個很大的疑點 究竟 究竟 發生什麼事呢 當 我們說 走到去現場的時候 耶穌說 你們誰沒有罪的 就可以用石頭扔死他的時候 究竟 指的是什麼呢 可能有幾個可能性 當時候 你要記得 他們是想試探耶穌的 那為什麼要試探耶穌呢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 有很多人都說 就是 他這裡說到 根據摩西律法 要用石頭扔死 但是 在當時候來說 如果 當時候 猶太地 被羅馬政府統治 如果 那些人 動用 私刑的時候 其實是不ok的 但是 其實 在聖經 例如 史提反 都是被人用石頭扔死的 但是 羅馬政府又沒有什麼 那麼大的 舉動 來去 緝補 用石頭扔死他的人 其實 所以 其實 就是這樣說 但是 所謂的試探就是 如果 一群人一起扔死一個人 其實 你捕都捕不到 所以 很難 起訴 但是 如果 有一個人 例如 耶穌 走出來說 喔 扔死他了 這樣 耶穌就會很大罪 因為 你可以被人 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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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 所以 大家 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來到 耶穌面前 就想 善他一獲 但是 既然要善他一獲 那 就一定要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要找個淫婦 但是 你看回 就是 清早起來 去到店裡 之後 教訓百姓 突然間 就找到淫婦 那麼 哪個軌道可以找到 一個這樣的淫婦 所以 有些人就覺得 那個 婦人 是演員 不是真的淫婦 特意合在一起 來欺騙耶穌 那 這個也解釋到 究竟 他 最後叫他 不要再犯罪 那件事 因為他們 大家一起 作假見證出來 來欺騙耶穌 但是 也可能 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 那個淫婦 真的被人捉到 然後 大家一起 推去耶穌 但是 那個 姦夫 不會 走出來 要不 他就走了 要不 其實他 又是演員 來的 一群 來 裝 那個 婦人的蛋公 這樣 無論是 哪個可能性 都好 其實 這件事實 都可以證明一件事 因為 那個姦夫 不在 其實 證據 不足 耶穌很明顯知道 這件事 是證據不足 所以 他就 說到 指出了這件事 就是 你們中間 誰沒有罪 可以先拿石頭 打他 但是 那些眾人 一看到 他們知道 自己身有事 所以 就 一個一個 所以 這件事 就 有幾樣的 observation 在這裡 就 不可能 被大家 發得 無限大 那 observation 的觀察就是 淫婦是有罪 但是 就未被處死 為什麼呢 因為見證人都走了 因為證據不足 或者 作假見證 而 耶穌 沒有定 任何人的罪 包括 奸淫 耶穌 沒有定罪 包括 做假見證 耶穌 也沒有定 那些人的罪 那 見到的是什麼呢 我自己的體會 就是 奸淫 和假見證 是在 舊約裡面 是一些可以置人於死地的 一些重罪來的 不是 就這樣一些 普通 就是 講大話 那些 那些 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除了不可以 信私 不可以單單看 究竟 這個法理是什麼 其實 最好 就是一個很謹慎 而又再謹慎的 處理方法 耶穌在這件事情 在群情洶湧之下 他願意站起來 為弱勢的人 來講話 不是說 對人父來講 他就對 或者原諒了 而是 只不過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仍然肯站起來 來讓這個人父得到一個比較公平的審訊 到最後 因為證據不足的時候 這個婦人 是無罪釋放的 令我體會到一件事 就是 當你來看到身邊有人有錯 有罪的時候 假如我們不是拿著最好的證據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再仔細 去想清楚 去查清楚 然後才去 去責備那個人 有問題 換轉回 陳振聰的事情 很多事情 比較有 所以 其實 法庭各方面 都已經證實了很多事情 假如 他是 服務性質 是一個 風水 他應該要納稅 假如不是風水 也有很大機會是 騙行騙 這些事情 都比較清楚 不涉及到一個地步 就是 他完全沒有問題 就算有這麼大問題 我們 射面他 那樣東西 同一時間 也提醒到 這個未必跟陳振聰有關係 就是 我們會不會 在一些人有需要的時候 站起來 為他 說話 尤其是一些弱勢 他自己出不了聲的人 我們會不會站起來 像耶穌一樣 那樣 是不容易的 我自己通常都不會這樣做 但是 也是一個很大的提醒 然後 我自己再度讀的時候 發現了一種挺有趣的一件事 和這段經文都有點關係 有人曾經說過 約翰福音第八章 是額外加上去的 本身的股權是沒有的 所以 在約翰福音的地位究竟是什麼 就不太多人知道 因為 覺得是加上去的 但是 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如果你看 約翰福音第八章 最後 那些人 想用石頭打死淫婦 同一時間都想用石頭打死耶穌 那這個可能是 第八章 耶穌 講一些比較神學 真理上的問題 和這個淫婦 似乎都有少許關係 我自己做了一個練習 人父八章 一節十一節 耶穌八章 十二到五十九節 它裡面講到兩個不同的個案 一個是幸任士秘拿 一個是耶穌 他說自己是基督 當時記住那些人 是不確定耶穌是否基督 我們現在清楚的時候 反過來看故事 就會覺得那些人很變態 反過來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 反過來就是耶穌很變態 那 而那個指控就是 那些婦人犯了奸任 而耶穌就是犯了毒神的罪 因為 他說自己是基督 總結就是 大家都想打死他 但最後不知為何 他打不死 而同一群人 就是猶太人 做這件事的見證人 而那群猶太人 在聖經裡 很諷刺地說 他們是相信耶穌的 然後 他們的問題是什麼呢 按照剛才的解釋 就是 他們作假見證 去指控那些人 或者至少證據不足 而對於耶穌來說 耶穌就說 那群猶太人 就不聽神的真理 不信神的真理 不去行神的真理 甚至乎 是很輕慢 很藐視 以及是說謊人的後裔 這裏都是一些比較上 將這兩段經文的對照之後 就是一些共通的地方 我自己就會覺得 他同樣是說一些 關於見證方面的一些不同 那你怎樣來去見證耶穌呢 當時耶穌為真理做現證 他說自己是真理的源頭 他被石頭扔死 而當他們就算證據不足的時候 仍然都可以嘗試處死一個淫婦 甚至乎利用這個的關係 來想被焦皮耶穌踩 其實當你作為一個耶穌的跟從者 你怎樣去為真理 為耶穌是基督這件事 來作見證呢 你可能會被人拉出來 來去扔死 因為說你是虧獨神 甚至乎他們可以作一件事來冤枉你 來去叫你 來去否定耶穌基督 但你那一刻 你會不會願意挺身而出 仍然去為真理做見證 還是你會人魂逆魂 你覺得既然耶穌的見證 都是為自己而作見證 沒有人 來為他站 他所說的符你又看不到 那會不會真是真的呢 又或者 會不會 當我被人誣告的時候 我仍然 或者當我見到其他人被人屈的時候 我們 不敢挺身而出呢 這個故事 我覺得是有這幾方面的提醒 就不是被我們 把他發得非常之大 然後去推傲了某些人的罪 那 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